好 各位大家好 我是三福的暴力羊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是 今天應該是說今天介紹一些 台府發生的一些問題 跟那個 李珍珠今天我也會把它出卡 然後今天的 拳王爭霸我也有入到 八強吧 沒有 我想說我拿到十個 九勝一敗沒有 差一點點 這也是第九名 我以為有入到八強 好 等一下 爪八跟這個 沙白這一場也可以看一下 會額外再拍一集吧 我們先 來李珍珠先出卡吧 許願術的話我沒有許願到那一個 李珍珠啊 比較可惜 然後這裡再來就是 小鎮這裡好理瘋狂 這邊有李珍珠 一篇一百二 真的是挺貴的 雖然我有練 那一個一個 一個的話 我在一個品階 我就可以一個可以上陣了 可惜的是 一個的話 假如 八十一片 才能升 我現在要升值 要八十一片 要七千多轉 這個太貴了 有點不像 不太想拚啊 然後我現在李珍珠是差六片 那我就直接買六片 七百二十轉 也是貴貴的 因為我是沒有打算練 所以的話我們就直接出卡就好了 好 我們來看李珍珠的誕生 好 李珍珠誕生了 好 李珍珠誕生了 好 李珍珠誕生了 所以我們目前的角色 角色的面板 就是九隻叉 空手 就是天狗 跟 劫女暴風 跟 甲莉 跟 溫妮莎 這四隻角色 我們基本上也快要去 全攻略啦 目前的話 我明燈堂的話 是第四名 八十二隻角色 目前喔 我們的爵士英雄就是 閻羅的人 就是 復活 復活大的弟弟 他目前八十四隻 所以他也是少了兩隻 應該是溫妮莎 跟 那個 復製人的力沒有拿吧 其他的應該 應該是有拿 唉唷 蠻牛大 竟然 少 有四隻沒有拿喔 這讓我覺得 比較訝異的是 我想說蠻牛大 也是我們 玩土豪的一隻玩家 他竟然 沒有角色全拿 好 再來的話 最主要的 今天主要講的 最大的bug 就是 裝備覺醒 這一個的話 官方目前打出來 是說不回溯 但是這樣子 對於有 對於 沒有練雙子的人來說 很不公平啦 因為主要是大家有些有看過陸服的 雙子 可以 有人可以靠援護 把人家六隻都收掉 他不是靠隊伍陣上的角色在打 他是靠援護在收腳的 援護的龍虎 其實光援護就已經夠強大了 他如果有上陣的話 你看 李屬性 那個專武全開的話 你可以開李屬性 開李屬性的話 你覺醒石夠 就可以一直升一直升一直升 雖然覺醒石也是很兇沒錯 但是至少 李屬性這個是差很多 畢竟他是四隻子的角色 像上次的話 你那些boss碎片 你那個 以兩者來說 你破壞的遊戲平衡來說 這一個的破壞遊戲平衡是比較嚴重的 因為你 講簡單一點 就是 你上次是裝那個碎片 那四隻角色其實蠻多人都是有練過的 也都是會有 你碎片的話 有升的有限度 那你這一個 裝五的話不一樣 你裝五的話 你開了 你全拿了 十把 你買一次就十把 十把可以直開五星 五星然後六門 你可以全 直接不用開到八門 你開到最主要就開六門而已 你十把的話 你是確定 那一個 五星滿星 然後在兩把 剩下兩把 就是身上 那一個 就可以來開 六門 還會剩 還會剩一把 因為你身上已經滿把了 然後 最後會剩兩把 那你開六門只需要一把而已 那八門的話 八門 好像 十四隻開到八門 應該是吃兩把吧 所以的話 基本上的話 你多買兩套就好了 二十把 然後基本 但是你這樣子 敵屬性的部分 你還可以一直吃 所以我是覺得 這一個的話 是比 碎片那時候 還更破壞遊戲 對於沒有練的人來說 就變比較 比較不公平 像 我本身 雖然已經有這兩隻角色了 但是 我沒有想要 練 那時候是沒有要練 所以的話 現在的話 如果我這樣子的話 他們傷害的話 蠻突出的 隊伍上都可以使用 的話 的情況下 我可能會擺他們 改用 改練來 錄到圓戶去 效益 也是很不錯 用的 這樣變成的話 我這兩隻 變成 因為這樣子 專武的話都可以練到滿 所以的話 他們應該是會被暗改啦 你這樣子的話 大部分每個人 你全部都專武滿心 那些你傷害一定 都破表 這個一定會被暗改數據 這個數據被暗改 是很正常的事情 不然的話 官方的話都知道 每個人都已經是 可以滿心生理屬性了 都好開門 怎樣怎樣怎樣的 怎麼可能不去暗改他了 雖然 像 雖然 最破壞的遊戲平衡 我個人是覺得是 女暴風自治角色 真的是 有點太外掛了 很 最近 蠻長 已經蠻多 小色新的也出來了 女暴風的威力 還是不減啦 像 那一個 那個 朗特啊那些都已經被削到哪裡去了 那女暴風真的是 有 傷害是真的有點太誇張了 你 像 那一個 爪巴 暴擊 還沒辦法把沙白的盾給打爆 那個 女暴風 一個 不用開六門 一個大招 直接破盾 那一個 這次沙白的盾其實很硬 他是直接破盾 這次真的是 痛到 蠻誇張的 是蠻破 假設都以 破壞遊戲平衡 其實玩蟹已經破壞遊戲平衡 不知道破壞多少次了 所以這兩隻的話 我目前的傾向 我可能會把他錄到援護 可是我變成他的援護魂 我一個都沒有 所以的話可能之後有的話 我可能就會來拍一下 抽 雙子的援護魂 把他們錄到援護去 因為我的身上資源也夠啦 他們升到紅瓶 直升上來都是不成問題的 他只是 因為援護的話 他沒有限制星數啦 所以基本上的話 我應該就 先勉強先用用看 看用的如何再說 因為畢竟 援護的部分的話 他本身也要吃碎片啦 所以的話 我比較沒有額外的 碎片可以給他吃 因為他畢竟沒有主要的條件 所以的話 到時援護 我們到時再看看 因為沒意外這樣子的話 我會把他們錄到援護去 因為他這樣裝武的話 你看都可以 我先把 因為那時候我很怕回溯 所以我先把他給弄到滿 你看 李屬性都可以看 可以點 李屬性你看 他是加什麼 裝備屬性3% 這差很多 這重點是 這是加%數的啊 好 那我們主要 今天的話也是 李珍珠 李珍珠出卡 跟那一個 今天的 台服的另一個Bug 真的是台主 應該說出包啦 各種 台服最近真的 也蠻愛出包的 好 我們今天的影片 我們就介紹到這邊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